現在有人追妳嗎 現在應該沒有吧 因為我感覺不太到 是不是會變成 妳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人家男孩子比較不敢追妳 會不會 我發現我一直以來 大家都不敢追 因為其實我出道的算 以新生代來講算比較早 然後每一次合作的對象 大部分是新人 所以他們都會把我當成前輩 可是我根本覺得 大家就是朋友 差不多這樣子 反而突然有人喜歡我 我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如果有人喜歡我是偷偷的 可能還會覺得正常一點 但如果突然有人很大方 我會反而會沒辦法招架 給他一個大方 妳看 剛剛這個 出在中國是多大方 那個 好怕妳喔 妳的眼睛真的很好看 真的嗎 好 既然講到重點了 現在我們就特別招待好不好 要幹嘛 看他眼睛10秒鐘 預備 我不敢啦 可以啦 可以啦 可以 不用怕 你比我更害羞是不是 要面對社會 我會怕 你臉紅幹什麼 這個是紅色的 預備 準備好了沒有 妳要來個最...最電的那種 對 我不敢 開始 不要這樣啦 好害羞喔 忍受度大概只有4秒 謝謝... 紅 所以剛開始 偷偷的很開心 要有保護是 臉先紅 然後再看對方 中 你是妝的 貼起來 對啊 那個... 不是這樣 不會太好再這樣 這個是性的 妳會不會是那種 很不敏感的女生 就是人家喜歡妳 妳也不知道的那種 對 是喔 完全性的就是不知道 可能也是真的沒有 不會啦 怎麼可能 其實是不知道的 那如果有人喜歡妳 他們會怎麼樣跟你講 我真的沒有遇過 太主動的男生 妳不可能從小到大 沒人喜歡過妳 當然有啊 對啊 他們會怎麼讓妳知道 可能... 傳指條 以前是學生的時候 很單純的時候 反而可以很直接的說 喜歡我這個人 然後可不可以做她的女朋友 可是好像在演藝圈當中 每個人都怕誰先開口 誰會倒楣那種感覺吧 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他第一個 你出道早 這是最重要 第二個 你又跟什麼憲哥合作 然後就會讓 其實跟你同輩的男孩子絕對 他好紅喔 對 我從不可以的上她 不會吧 會 男孩子會這樣想 可是不會這樣想啊 我們 而且還有一種情形 你們演戲對不對 男女主角通常會談戀愛 不會遇到男主角喜歡妳嗎 完全沒有 對不起 我很喝得太過喝 對啊 妳就喝啊 我看不上 不是 就是不可能 他們不會喜歡我 他們都假 我真的不是 沒有 我合作過的都是 正港的男子看 對 但是我 可能我感覺真的太中性 太雄性了 是妳的問題 我的問題 變成好朋友的那個程度 比較大一點對不對 那可是比如說像女孩子 女孩子就是長大了以後 都會希望自己更有女人味 然後越來越撫媚 妳不會這樣想嗎 我覺得這個 在目前我會覺得 太遠了 對 而且我覺得這一部分 應該先保留這樣 因為現在的年紀還不適當啊 等他年紀到不知道會變怎樣 爆火 滴滴姐又來了 有男藝人追過你嗎 就是曾經你覺得 對方有一點意思 不要說誰就是說 對 有嗎 你有感受到 那種 應該有吧 對啊 不然演藝圈的人都瞎了 可是立刻就是 他們應該立刻吃門虧 然後就 真的喔 妳會立刻給他拒絕 悶虧啊 不會很難看的拒絕 可能就是 就是老郎休禮嗎 沒有 不是 可能就傳個訊息啊 然後說什麼 他真的很喜歡 可能之前有個飯局 然後大家就聊得很開心 就各自回家 然後可能就突然傳來個訊息說 就今天聊得很開心 其實我很早就喜歡你之類的 我會覺得 然後就立刻傳說 喝多了 晚安 就這樣 然後他就回傳的東西就是 我了解 晚安 就覺得還滿適項的 至少不會一直錄是不是這樣子 演戲也好 唱歌也好 或者是主持也好 你覺得你跟哪幾位男藝人的 合作的那種默契比較好 當然是憲哥啦 因為我跟憲哥和阿雅 真的太有默契了 而且夠久吧 對不對 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所以就真的很有默契 跟憲哥主持的時候 是你第一次主持節目嗎 不是 我第一次是跟普學亮 阿亮 那他應該不會結帳 阿亮是主持什麼節目 一個電玩節目 大概三季就... 哇哇啦 三季你們在主持界來講 算短的是不是 好像有過一天的節目 所以... 也有過一集的啊 對 有過一集的 什麼啊 金鐘獎 頒獎典禮 不是 我沒有啦 我不曉得是什麼 但我有聽過時尚最短 真的是一集的 那我跟亮跟那還算長的 對 然後他就真的人很好 就不會欺負新人 對...我也不會 我知道 我欺負過誰啊 你們的眼睛是這樣 你退號錄作幹什麼 我們只是看你而已 我們是覺得對不對 跟阿亮是同型的 可是你如果跟他拍吻戲 他會伸舌頭喔 真的嗎 對啊...小心 如果這樣 我不這樣啦 我只不過有一次不小心而已 就那一次 真的假的 如果今天你們一檔戲合作 他跟你吻到他伸舌頭你會... 如果他事後有跟我說對不起 因為我是真的因為入戲 那我就會覺得沒有關係 事後嗎 對 但如果他好像還不承認 我就會覺得整個就是 為了卡油吧這樣 那如果... 不然前就跟你講 對不起 我待會兒會很入戲 那我會問說 他就多入戲 很入戲 我就會跟他說那... 我不知道我自己會做出什麼 我可能會問導演 要的方向有要到那麼誇張嗎 這樣子 對 先問也怪怪的 你有拍過吻戲嗎 有啊 有拍過伸舌頭的吻戲嗎 有拍過感覺要像伸舌頭 但其實沒伸的戲 跟誰 跟賀君祥 這個怎麼弄 他就很厲害 要先讓觀眾看到就對了 沒有啦 沒有 就是頭會動啊 然後... 嘴巴要吸啊 嘴唇吸啊... 嘴唇吸啊...這樣 但是舌頭並沒有... 麥都掉了 不好意思 沒有關係 你太入戲了 就像他伸舌頭的狀況一樣 問到麥已經掉到地上 你真的這樣子 導播還不知道我 你要不要我教你怎麼樣 怎麼樣 假裝伸舌頭 好 來... 來... 學一下喔 很簡單嘛 以後你可以... 不喜歡的男生 這樣嘛 真的嗎 對 然後你搬下去這樣 其實是... 好噁喔 真的很噁 真的很噁 你聽到我的好人好事 有部分是假的 我告訴你 這樣子 就是這樣 舌頭就... 嘴巴吸吸就好像這樣 但不是這樣啦 像賀君祥的方式可能是從 我的嘴唇大概這麼寬吧 他可能從這邊到這邊 從這邊到這邊到這邊 到這邊到這邊到這邊這樣子 那我不信 穿夢的試試看 不要啦 害羞 還是真的叨就對了 就是你一定要真的叨 因為借位的感覺 當然是不好 或者這樣輕... 輕輕這樣反那個什麼 不是 你現在在對他這個 對他講嗎 他應該是合戒的 對啊 他不會假裝啊 他是來真的 對啊 對啊 我拍戲我會先講 真的啊 但是我不會伸舌頭 對啊 我覺得不能伸舌頭 到伸舌頭 到伸舌頭真的髒了 可是缺個感覺不像是要幹嘛 我跟你講 你覺得變態的人 他會說我是變態嗎 他們當然西裝必挺 提個公事包 擋在下面對不對 沒有 那個日本的電車吃男 都擋在下面 對啊 真的假的 我那次有跟蔡善德講對不起 好不好 對啊 有講對不起就算了 對啊 之後我再也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你下次不能再這樣 對啊 而且他有生理反應 真的 不對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生理反應的不是跟阿德 是跟反正一個已經 我不敢相信 反正他每一招都用不同的人 他就可以逃過 我不敢相信 不是 那個是情有可原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激情的 我要把它的那個 胸罩的這個調子 這個拉下來 然後一降... 然後三個take 不是你在看實況嗎 叫什麼 這樣子的感覺 已經三個take了 如果要來第四個的時候 答案說 好 可以嗎 那我們再來一個 等一下 我那邊走路 因為 那什麼會呢 那男...為什麼 就很投入嘛 那你有喜歡他嗎 喊那個camera之後 我是很喜歡他 就真的是入戲 忘記自己是在工作 偶演人都很會講 反而就是 然後最厲害就是 他這個伸舌頭跟 有生理反應 用在不同人的身上 他就可以逃過這個 社會語論的制裁 然後剛好長得又很老實 對 是嗎 你們是在誤導我 屈哥是壞人 我們沒有誤導 我們在正確的告訴你 請你正視他這種人 他也不是壞人啦 好好的打亮一下 沒那麼好